这是自去年6月加州庄园会舞和今年3月荷兰海洋核安全峰会之后 两人又一次的握手 两人会变的频繁和会见形式的多样 在中美外交史上十分罕见 而两人一次比一次的亲近 犹如老友般的握手寒暄 更成为中美关系魂不向前的最好注决 事实上在去年6月份的习澳加州庄园会 奥巴马跟习近平握手的时候 身子微微倾向习近平站立的一侧 除了右手向握以外 他还用左手扶了一下习近平的手肘 在这个微小的动作中 心理学家就认为 奥巴马实在释放这一套一套的政治信号 在行为心理学中 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接触有一种莫名的魔力 如果你在和他人握手的同时 用左手轻轻接触对方的某些身体部位 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有统计证明 有技巧的接触对方将会适得交流的成功几率提高三成 比如我们在与他人握手的时候 可以将手掌翻转 使自己的手心朝下 从而给对方制造出一种强势的感觉 在这一动作中 你并不需要将手掌翻至完全水平朝下的位置 你只要将对方的手稍微压底 使得自己的手掌始终处于其手掌之上就行了 如此一来 对方就会感觉到 你希望成为这次会谈中的掌控全局的人 与制造强势效果的握手方式恰恰相伴 如果你在与他人握手时 将手掌翻转过来 手心向上 那就意味着你主动让出了优势地位 将控制拳交到了对方的手中 当两个强势的人相遇 他们之间的握手 无疑将会成为一场力量的较量 双方使劲浑身卸住 只为压制住对方 占据握手时的有力位置 而结果往往就是 两只手就好像是平行垂直于地面的两堵墙 紧紧地握在一起 由于双方的手掌均保持垂直于地面的姿态 所以这样的握手方式会给双方带来一种相互平等 相互尊重的感觉 而奥巴马最擅长的是双手握手法 采用这种方法不仅达到了增加双方肢体接触 拉近双方距离的目的 而且可以通行握住对方的右手 而限制对方权力的延伸 有时候人们会把这种握手称之为是政治家式的握手 而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则试图借此给对方留下一个 他很诚实且值得信任的好印象 双手握一般代表有比较好的一个感情基础 更像是老友从风 比较少那种外交的那种距离感 有更多的亲密或者双方想亲近的那种感觉 有比较少的肌内心 由此可见 奥巴马利用双手与习近平仅仅相握 一方面暗含二手一见如故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美关系 早已经是熟人朋友之间的伙伴关系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擅长用握手来拉近各国领导人之间的距离 十一月九日 习近平会见了参加APEC峰会的各国会宾 其中就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而从双方握手的方式就不能发现 这是一位习近平的老朋友 习主席和拉赫蒙总统都是武力后 一个曾经当过知青大队党之书 一个曾经是电工农场厂长 两人都有从军经历 聊起天来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 不到两年 习主席和拉赫蒙总统五次相见 去年五月 习主席上任刚来五月 拉赫蒙总统就来到北京 与习主席共同宣布两国成为战略伴伴 此后在美国凯克 在上海 在渡场边 他们每次都相谈甚欢 不仅共进家宴 每次出路都是手挽手 已经显示二手之间熟络的关系 握手这样一个极为平常的礼仪 如果在特殊条件下进行 这一握甚至可以成为历史性化时代的标志 1972年2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土地 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 据当时中央外事新闻摄影协作小组组长 顾修贤回忆 11点30分 飞机平稳地停在后级楼前 机舱门打开了 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 尼克松步子很快 一边招手一边鼓掌 刚踏上行李 手就伸向了两三米外的周恩来 显示了他迫切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心理 最终中美两国在当年的2月28日 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 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 值得关注的是 习近平会晤奥巴马 握手之后他们都说些什么 据中国前外交官实验出错路 两国领导人在正式开始会谈之前 会有5到10分钟的交谈时间 以方便媒体拍摄照片和画面 元首会晤中一般配备两名翻译人员 两国各出一名翻译 在两国高层正式会晤中 不太会出现由一名翻译做中间人的现象 这也保证了翻译内容的两名翻译员 可以互相佐证 而不会出现因为翻译一个人的失误 而出现两国元首的误判 在昨晚的银台散步中 习近平与奥巴马身后紧跟着各自的翻译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 习澳两人的随行翻译 与去年加州庄园会晤是完全一致 奥巴马的翻译人员吉姆布朗 不仅是一位资深翻译 更是一名外交精英 曾经出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专员 在1984年里跟何邓小平的会谈中 他就已经担当翻译 见证了多位中美领导人的巅峰对话 而此次刚刚习近贴身翻译的孙林 在外交部被称为翻译一哥 是一位80后南京小伙 从此次APAC峰会开幕 到习近平与他国领导人私下交流 再到今天的习澳会 孙林几乎全程跟随 此前习近平主席就任以后首次出访 孙林就曾经跟随担任翻译 在南非 总统组马夫妇为习近平举行的欢迎午宴中 而在前一战坦桑尼亚 孙林也是始终坐在习近平和坦桑尼亚总统身后 媒体报道说 2012年2月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 孙林就已经是随行翻译了 那有观点认为 这一次奥巴马来访试国事访问 但中间没有专插着私人会晤 也就是中国版的庄园会晤 这是不是开启了中美晤动的一个新闻模式 接下来你觉得 这个可能是去年开始形成的一个惯例 就是庄园会晤开始 就是大家说找一个办法 就是让两个人多待一段时间 这样提高效率 让对方自根自底吧 最好能把他小时候的时候都搞清楚 这样呢 一个是建立个人信任 还有一个对对方的底线 摸得更清楚一点 以后你出牌呢 不要冒犯这种底线 或者反过来你这边呢 对对方的判断就清楚一点 今年特别就在于 他是博士访问 非常是这个访问 和这个庄园会晤性质的 这个会晤啊 是结合来一块的 那个外交部反映了现在这个会员 一个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奥巴马任内 最后一次政治访问了 所以反而搞弄重一点 所以定为博士访问了 然后但同时方 我们又希望这个访问真的见成效 提高效率 所以又要结合了一个 这个就是长时间 这个轻松见面 这样一种形式 13年的专员会和这一次的北京会 那么其实是延续了 习主席他和美国领导人 进行互动的一种个人的 这种特征 就是我只看这个时效 关键是把中美关系做实 金先生觉得这个模式 可不可以成为 未来中美互动的一个模板 一般来讲 越小的国家 他越自尊 然后他一点这个礼仪都不能错 大部分反而有点无所谓 越自信 他越随意 再一个 可能还是跟领导人要关 刑主席呢 毕竟在基层干过 他在陕西东城干了六年 抗大米啊 搞糟气啊 都干过 所以他比较随意的一个 所以这两个东西 这些结合 很可能在习主席任内 与大国处理关系 会不会是与美国处理关系 可能都是这么一个形式 陈先生那您比较熟悉 这个美国政治语言 这一次白根高官 把这个习奥会称作是 历史性的事件 像这样的一个表述 在美国是比较常见的吗 这个东西 当然就美国历史上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我相信呢 对美国总统 奥巴马来讲 也算是一个历史的 一个特殊的一个境遇 也许他以后 可能不再访问 那个正式访问大陆 所以说应该 把这些历史提供 那么美国的这个时间 建国时间这个不长 但他确实这个 现代国家建国时间 现代体制之下 建国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之一 所以他还是经历了 很多事情的 那么他用这个历史性世界 这样一个词 来形容奥巴马此次的访华 其实也是真正看到 这个中美在新的历史形势下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发生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中国现在据报道 要超过美国 成为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那么这样在市和不是之间 这两大经济体怎么互动 那么再比如在这样一个 奥巴马的中期选举之后 怎么样通过更好的外交来推动内政 那么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世界 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透露 从今年7月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 中美双方就已经开始 为此次习奥会做准备了 究竟谁是此次习奥会的幕后推手 而举办一场领导人会晤 从开始筹备到结束 要经历哪些阶段 我们请深圳政治运作手段的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 陈一新先生为您解析关节 这次习奥会很有不少 因为不为人知的协商过程 首先国务卿克里 二月中旬访问美金市 陈阳中方探寻原定 十月初的APEC会议 是否可以能够展现 理由则是十一月四号 美国正好要举行逐中选 我妈妈必须留在美国作证 当时的媒体并没有报道 克里是否得到美金的答案 随后习近平复复 三月二十一号举行家业 盛情款待美国第一夫人 米歇尔接两个女儿 在对米歇尔制欢迎池的时候 习近平表示 中美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重要 并欢迎欧巴马 十一月前来 北京出席APEC工会及习奥会 显然透过制参欢迎池的场合 习近平将中方的一下重大政策调整 巧妙地向外界释放 半年之后 后来美国国家前顾问LICE 9月7号到9号访问北京 为习奥会铺入 并针对双边级国际问题 交换意见 确定习奥会的重要议程 最后 克里博物卿11月初 彼大北京 与中国外长王毅 共同敲定习奥会的细节 根据公开报道 此次习奥会至少 已经准备三个月 期间 众立高层密集交往 会访问不入 8月底 中国外交部负责 被美中事务等部长助理 郑泽光防了一口 9月初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苏珊·赖斯访华 西云金等领导人予议会见 此后 外交部部长王毅 于9月30日 至10月2日 防美奥巴马总统予议会见 王毅同在此 举行一个月内的第二次会见 并与克里举行会谈 国务委员杨金石 于10月18日 与美国国务卿 克里举行会谈 20号分别会见 戴斯和房产哈格尔 在这份新城调中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苏珊·赖斯出现的评资 是最高的 围绕着协奥会 中美双方的 几乎每一次互动 都少不了他 而此次奥巴马 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 戴斯也全程留 在10号晚上的 APAC晚宴上 戴斯和奥巴马一起 从凯迪安克 坐驾上下来 并且和在水利方面前 迎接各位正要的 中国国外长李宝东 热情拥抱寒暄 还有美国媒体称 他对华盛顿外交决策的影响 甚至超过国务卿克里 中美首脑会晤前夕 直接推动习奥会的苏珊·赖斯 更专门接受 中央电视台访问 畅谈自己的中国员 和对习奥会的展望 中央电视台设计 和车车和车车和其他类似的 但是这是一个很高的机会 看到中国在一个很不同的 程度的发展 今年50岁的苏珊·赖斯 一直是奥巴马的核心幕僚 被视为是奥巴马最心白的心腹之一 为习奥会打前战的赖斯 9月初抵达北京以后 在其吹刷场合上面 连发三条信息 其中一则这样起到 没有美国与中国的携手合作 21世纪的多数重大全球挑战 都难以解决 纽约时报说 赖斯的外交风格比较直率 说话直斤 前白宫助理表示 赖斯的风格是奥巴马本人风格的影子 由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直 并非奥格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其任命无需经过国会批准 因此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通常被认为是总统的自己人 而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的前任 多尼龙更是首次加州习奥会 很多创造性外交模式的发明者 从中美元首休闲会面点子的提出 到两国高层均有意愿付出行动 再到密集磋商协调和敲评会面 地点时间和各种形式细节 直至最后双方共同宣布 这一突破惯例安排 首次庄园会晤 这一中美外交关系史上的创新尝试 在多尼龙和中方小组的推动下 前后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整出炉 出于对多尼龙开山鼻祖地位的尊重 中国外长王毅 今年9月底10月初访美 为北京习奥会并基调支持 还专门办会 已经卸任一年之久的多尼龙 2013年5月 多尼龙访华与旅兴不久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面 当时外界对于首场在严格防密之下的 庄园会务还一无所知 就在习近几成前瓦拉美三国访问的前两天 多尼龙带着最后一面 敲定的会议议题和被通人员名单 结束访华之旅 在去年习奥成功举行庄园会务几天以后 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 崔天凯沟通中美的外交能人的文章 介绍当时到任仅两个月的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中美外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章赞誉崔天凯是最了解美国的中国外交官之一 也是首次习奥会主要的幕后推手 纽约时报称 现年60岁的崔天凯是一个深受信赖的磋商者 他的根基如此深厚 以至于在赴美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之前的2013年1月 他就已经拜会了基辛格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征求了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现状的意见 曾经与他共事的美国人说他总是把中国的利益放在首位 同时也会倾听美国人的意见 领导人见面了幕后高餐们是否要为此准备脚本 据白宫官员透露说 首次习奥会时奥巴马准备了长达七个小时的讲话资料 奥巴马在开场白中率先亮牌 谈到了朝核 气候变化 贸易公平 网络安全 人权等十分具体的问题 而习近平则从更战略 更宏观的问题入手 他开宗民意地说 我去年访美时曾讲过 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 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 今天 我同奥巴马总统在这里举行会晤 主要目的就是为中美关系发展规划蓝图 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 当时美国一家华文媒体称 习近平掌握了话题的高度 这让人联想起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生死会谈 当时尼克松也提前想好了怎么样跟毛泽东谈话 并且定下目标一定要占据话题的主导权 哪知道毛泽东一开口就说 我们今天不谈具体问题 具体问题让周恩来总理他们去谈 我们今天追一些哲学问题 暗示只谈中美的战略关系问题 多次为中美援手风会打前站的前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 当年的这一次即兴会谈 让美国和中国就各自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进行了最令人矚目的交流 事实上 中美政治家纵然具备赤茶风云的决断力和权命 但他们不可能是全能的智者 实际上 促成首次习奥会的关键人物 除了中美两国的外交官 民间智库的推动也公不可 从已经公开的资料来看 美国智库坎内奇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和他的同事 韩磊是习奥非正式会晤的最早的倡议者 他们在2012年美国大选结束的浪漫里就刊文建议 美国总统最好获利邀请新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到夏威夷进行一次脱港的深入的周末谈话 不过美国官方最初对这种会面并不乐心 一些官员认为 悉心大国关系 暗示美国不应该干涉中国的战略方圆 直到2013年1月17日 在华盛顿决策圈之地有声的布鲁金斯学会 发表至奥巴马的总统解放 大赌注于黑天鹅 这家与民主党关系一切的重量级制度 同样在外交政策上建言奥巴马 因尽早在中美最高领导人之间建立起稳固的私人关系 在此基础上为这一对最核心的双边关系 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里 打造一个牢务的信任基石 报告这几人之一 资深中国问题中家李凯伦说 奥巴马每年至少因核心 进行四次半天的文会 包括在多边场合间隙 而不是以往每次一小时 潜尝折尺式的双边会谈 奥巴马政府此后终于改变态度 真正开始推动中美原生的私人会 纵约我们知道这个 克里梁迪迟在波士顿 这个非政府会务被判作 是为奥巴马访华铺路 后来赖斯又来中国 也被看作是为这个事情铺路 所以要请教您 就是国务卿和国安助理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分工是有什么不同 国务卿和国安助理 他们到底能够发布什么 不仅取这两个部门 和职位他本身所赋予的一些权利 更取决于他们和总统 谁更近 那么赖斯会成为奥巴马身边的女人 当然这个不是第一夫人 是身边的女人 是特别被奥巴马所看中的人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可能赖斯他和奥巴马的关系 或者说直接这个熟悉程度 可能比这个客里要更加轻一点 那么从两个部门之间的定位来讲 那么像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 他就是美国的外交部 那么外交部干嘛呢 就是要处理一些具体的行程安排 然后是哪一些环节 见谁不见谁 礼宾 然后是各种各样的琐事杂事一起 那么国安 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干嘛的 他是来讨论一些大的问题 要确保一些重大的问题 要能够在习奥会上被提出 然后能够统筹各个部门 他们希望通过在这次习奥会里面 能够得到自己的生意 被传递上去 因为如果通过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去哪的话 他会去抹 把一些东西 他认为不重要的给排除掉 但是国安会 他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 去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除了这两个老兄 一个国务院 一个国安会 一定要注意 就是在中美关系上 副总统当时起的中美国 给拜登那是非常积极的一个角度 他会间接地影响这两个部门 其实最早提出 这个中美首脑会晤的构想的 是美国凯雷级 国际合并基金会的副总裁 报道过和他的从事韩磊 今天您跟美国的智库 接触比较多 这个美国的智库 是怎么影响中美的首脑会晤的 大概这么两个途径 一个是他亲自有机会操作 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 待在这个政府以外 不断地建议 那么至于说到 这个去年发现会晤的 实际上这个发明权 现在是有争论的 那个Dubblus破代说是我的 那个Porkhan也说是他的 不管是谁的 这个idea很好 对 这个确实是有助于 这个两个领导人 建立更好的关系 但是我估计 还应该是一个正常情况 就是说大家朋友聊天 有一个人说有一个idea 我补充 我就给你补充 对不对 这个过程都在一起促成 那么美国的智库 它之所以能够 包括在习澳会等等 重大的外交事件上 发生作用 关键在于 他这个人是通的 你像说上 Rice 他就是在布鲁基斯 做过五年的研究员 资深研究员 你像很多的这个 美国的高级官员 都直接从一些知名智库 当时和自己党派 有关系的这个智库 直接去选择 那么这一些智库 平时在做研究 然后呢 一有这个机会 就能够把他的研究 和他和其他人的 这种交流的一些观点 变成美国的政策 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全程配同 奥巴马法华 出席 在四个中国国外长 热情相拥 中美高官会 推动习奥会 都做了美心努力 美助理国务卿 拉塞尔透露 7月份开始 这么备习奥会 中美高官连续 多个月频繁协商 到底是谁在推动 2.0版的习奥会 从台湾学者的角度 为您点拨 中美人手 为你背后 不为人知的幕后回首 表示我诚心 习奥会 进前轻松随意 中国代客知道 如何打动美国元首 奥巴马访华规格 最后定位为国师访问 背后拥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 关注A-TEC 中国今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中国外交的走向 关注习奥会 我们可以把握住 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我是精彩的 中美沟通机制不断完善 从私人卫物到元首热线 中美两国如何创造更多共识 减少物判和分析 通过一个学者的经历 为您讲述中美沟通的事情 我是宋博言 关键的查理 即刻不住 习奥会进行轻松随意 中国代客知道 如何打动美国元首 奥巴马访华规格 最后定位为国师访问 背后拥有哪些 请您赞订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